Ya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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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大姐 Yabai 我們很常用的日文 我覺得Yabai有三個意思 都是很常用的 如果學會Yabai的說法 就有日文很流的感覺 不過我先跟你們說 這是很難的日文喔 第一個是這一般詞典上也有寫的 危險的意思 但我覺得發生不好的事情就可以說 如果要翻整中文的話 應該有很多說法 比如說 糟糕 完蛋 天啊 怎麼辦之類的 跟這些中文一樣的用法也可以 先看一下吧 Yabai スマホの充電無くなりそう 先週お願いしてたあの仕事終わった? Yabai 完全に忘れてた お腹痛い この辺にトイレないよね ちょっとYabai かもしれない Yabai 財布無くした 3万も入ってるのに あとクレカと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と 免許証と Yabai やべ 終わった 第二個是 年輕人很喜歡的手法 很厲害 很棒 的意思 這個用法算是 若者言 所以 年紀比較大的人聽到 這個 Yabai 的時候 有可能 會感到 很奇怪 新しいiPhoneの画質 マジでヤバいよね うん あれはヤバいね 日本語 上手いね もしかして N1持ってる? うん N1持ってるよ すごいね いつ取ったの? 確か 10歳の時だったかな やば 10歳 それはヤバいね ちょっと見てこれ ヤバくない? 何がヤバいの? ほら キーボード これ 台湾で使われてて パパマファって言うんだよ 何これ ヤバ えっ 打てるの? それはヤバいね 然後 很激動 很興奮 的時候 也可以說 中文的話 很厲害 怎么办 的感覺 今すれ違った人って ウユエティエンのアシンじゃない? ヤバ 初めて生で見た 大谷翔平がノーヒットノーランしたの ヤバいね 第三個 也是 年輕人 很喜歡的 手法 形容程度 很高 很低 的時候 就可以說 石原さとみ ヤバいくらい可愛いよね うん 可愛いね 英語もペラペラなんだって ヤバいよね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大 Jie 俺の英語下手すぎてヤバくない? まあまあ 練習すれば大丈夫だよ 發生不好的事情或是很棒的事情都可以用 所以比如說 如果有西班牙跟日本的自球比賽 西班牙是超級無敵的球隊吧 日本沒有那麼強 這樣的情況呢 比賽開始之前 西班牙的粉絲可以說 もし日本に負けたらヤバい 日本的粉絲可以說 もしスペインに勝ったらヤバい 意思雖然絶然不同 但是都可以說 ヤバい 還有一個形容程度很高很低的時候 都可以說 如果有的人跟我說 大界の中国語はヤバい 的話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 你的中文超厲害 還是 你的中文超爛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回答 それどっちのヤバい 有點複雜的日文 ヤバい 你們也不妨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下次見 拜拜 我想介紹 ヤバい年輕人的手法 ヤバ ヤバくない ヤバくね 嗯 很有年輕人的感覺 ヤバくね ヤ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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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ヤバ